民进党的桃源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争议 遭到台大撤销他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论文学位之后 那么尽管呢这个身兼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 在礼拜三的终止会 已经下令要求全党一致要来团结力挺林志坚 捍卫自己的清白 不过呢随着这个论文争议越演越烈 是不是会波及到这个北台湾整个选期 那么大家会被拖累到 今天中午的时候呢 这个蔡英文呢是临时召开了一个选队会 在官邸召开 而来对根据了解最主要就是在讨论 这个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正印 是不是会持续扩大该如何因应 那么就在刚刚的时候呢 这个桃源市长郑文燦相关的这个选队会成员 都已经进入到的官邸里面 12点召开目前还在开会讨论当中 不过呢根据了解是不是要坏掉林志坚 也是这个讨论的一个选项之一 那不过根据了解啊 如果说要撤换掉林志坚的话 最有可能顶替上阵的是这个立委 郑运鹏由他来接替 也是对桃源最熟悉的 不过现在目前选择会都还在召开当中 现在来根据了解 现在党内呢 对于呢要不要挺林志坚 事实上都有存在很大的一个意见 分歧的一个情况 那么也因此呢 现在呢蔡英文已经下令说 全党整个党公职都要来立体 林志坚要来团结 希望呢度过这次难关 不过看起来党内有不少人 有不同的意见 那因此呢 总统蔡英文亲自呢召开选对会 临时在官邸啊 召集这些成员 那么要来面对这整个 这个林志坚的论文抄袭正义 该做怎么样的因应 就算了解了解